今天我們要上的是透鏡跟透鏡成像 這裡是重點 透鏡成像是重點 第一個叫透鏡 就是能夠讓光通過去的透明的物體 通通都叫做透鏡 我們國中簡單介紹叫凸透鏡跟凹透鏡 這裡有個凸透鏡 有雙凸 兩邊都凸 有平凸 一邊平一邊凸 有凹凸 一邊凹 一邊凸 一邊凸 它叫凸透鏡 有凹透鏡 有雙凸 兩邊都凸 有平凸 一邊平一邊凸 有凸凸 一邊凸一邊凸 它就好笑了 一個叫凸凸 一個叫凸凸 兩個都是一邊凸一邊凸 那它裡凸還是凸 那就要看 怎麼看 所謂的凸透就是指中間比較厚 中間比較厚的就叫做所謂的凸透鏡 所以凹凸就是一邊凸一邊凸可是中間比較厚所以叫做凹凸 看最後一個字就是凸透鏡 雙凸 平凸凹凸 最後一個字凸就是凸透鏡 OK 凸透鏡的功用 它可以使光線匯聚 這件事要記住 要記住 為什麼會匯聚呢 我們用三菱鏡來模擬 我們跟你講過了 三菱鏡折射的時候 會偏向後的那邊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兩三菱鏡疊起來 中間厚叫凸透鏡 你看它是不是把光線匯聚 聚在一塊 偏向後的這邊 匯聚光線 所以呢 我們說凸透鏡可以匯聚光線 可以匯聚光線 要記住 然後呢 什麼叫凸 凸就是中間是比較厚 所以凸是什麼意思 中間比較薄 中間比較薄的就叫做凸透鏡 所以凸透的意思就是一邊凸一邊凹 但是中間比較薄 一樣看做個字 雙凹是凹 平凹是凹 凸凹也是凹 看做個字就是凹還是凸 然後呢 凸透鏡的特疊叫做 它會發散 把光線散開 也一樣我們用三菱鏡來模擬 我們用三菱鏡來模擬它 這樣子疊 中間比較薄 像凸透鏡對不對 然後折射之後 會偏向後的這一邊 你就發現光散開來了 平行進來 然後光散開 所以表示凹透鏡有什麼功用 發散 光發發散 OK 這兩件事情你記好 有些題目 你只要記得 凸透鏡會匯聚 凹透鏡會發散 你就解決掉了 有些題目你只要記住 凸透鏡會匯聚 凹透鏡會發散 你就解決了 所以 一什麼是凸透鏡 中間厚 什麼是凸透鏡 中間薄 凸透鏡有什麼用 可以匯聚光線 凸透鏡有什麼用 可以發散光線 把這兩件事情記好 凸透鏡會匯聚 凸透鏡會發散 一些題目就解決掉了 另外一個就是它既不凸也不凹 玻璃磚 一塊平平的叫玻璃磚 你看圖上面顯示的光射進來 然後折射角變小 射出去折射角變大 哦 數學上可以發現 這條線是平行的 陸射線跟折射線是平行的 但是中間有一個小小的位移 這個位移 有一個小位移 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知道 如果玻璃磚越厚 這位移就會怎樣 越大 走越遠越大 OK 這就是玻璃磚的狀況 所以玻璃磚的折射結果是 入射光跟折射光 斜斜入射的時候 入射光跟折射光會互相 平行 但是會有一段 小位移 它位在哪裡 位在上面一點點 語言在上面一點點 上面一點點 OK 就是玻璃磚的狀況 可以嗎 OK嗎 OK